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前幾天看到的一個奇葩的新聞 也不知道是哪個專家 反正現在專家是妥妥的貶義詞 然後提出了一個倡議 說要一期多夫 我沒有認真看這個新聞 一期多夫到底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但是我知道評論的話 肯定會把它噴得體無完乎 那果然評論區也是一邊倒的 叫他要以身作折 給他老媽 給他老婆 給他女兒 再多配上幾個盧役郎君 不知道他能不能夠以身作折 我就想到這個的話 我就想到其實 輿論監督 那肯定是很重要的啦 像有一些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事件 也都是通過輿論監督 引起了重視 最後可能得到解決 但是像這種不負責任的輿論的話 誰來監督他呢 覺得好像光靠網友噴他 好像力度稍微有點小 我覺得真正落到實處的 還是讓他以身作折吧 其實像這個有很多 我感覺是很不負責任的言論 好像就是為了要吸引眼球 增加流量 簡直就無所不用其極 或者說不擇手段 其實這樣子真的好嗎 其實他如果 他如果倡議的不是一七多夫 而是反過來一夫多七 我感覺可能會沒有那麼多人噴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可能 就是可能想出名想風了吧 就是所謂的黑紅也是紅啊 我說到一夫多七的話 其實可能現在在我們的神州大地應該是很難實現的 但是在現在的烏克蘭 我感覺會比較容易實現 也是今天看到的一個新聞吧 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了這麼久 那烏克蘭的壯丁真的是死得七七八八 然後新聞上面說現在開始招女兵 甚至招老爺兵 不知道是50歲還是60歲吧 我的天 這個惡烏衝突的話 其實真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 能夠持續這麼長的時間 我實在是跌破眼鏡啊 這個到底是什麼原因 導致能夠持續這麼長時間 這個可能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原因吧 我也不是軍事專家 只能夠說從新聞上看到的 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烏克蘭的壯丁死得七七八八 我還有看到有一個新聞是 不論是警察還是什麼 就真的重演了我們解放前拉壯丁的歷史啊 真的是拿槍逼著你去當兵啊 這是妥妥的拉壯丁啊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這樣打成這樣的話 這還有還有什麼可打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麼多吧 確實感覺 就是我是真的希望說 有什麼機構能對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來監督一下 那好的謝謝大家